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溫解基因圖的理解和注意事項 在這裏的情況下,我自己做這些基因圖時有五大提示給大家理解如何去做 首先第一件事,你一定要找得清楚 性臟究竟在上染色體還是性染色體上的等位基因 這件事會影響到你去看那個遺傳圖 很明顯下面這幅圖,題目已經說明在上染色體上 第二件事,為何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呢? 因為有不同的基因形 你看到下面的圖片,三個人代表女士 如果你是男士的話,就是長方形 有些是沒有病的,有些是有病的 交叉是沒有病,Kick是有病 你會看到為何男和女有不同的表現形呢? 因為有不同的基因形,所以就引致這個情況 第三件事,你真的要留意的是 記住,當你看遺傳圖的時候 其實是給你看一個必然性 其實那件事已經發生了 跟你計算那個概率 你要計算清楚,概率是計出來的 是猜出來的 我會預算有多少個可能性 有多少個概率出那個機會 但必然性已經發生了 第一件事,就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第一件事 因為你已經看到是女 所以這個情況,你要留意 必然性和概率是甚麼意思 第四件事,其實就是那個貼士給大家 那個貼士是甚麼呢? 記住,黑色加黑色 生出來的後代,其實我預期全部都是黑色的 但突然間出現一個白色的話 那就是很好的機會 讓你去找回哪一個是顯性 哪一個是隱性的基因 待會表演給你看 而去到最後的,你要知道的概念 就是,爸爸和媽媽 各給你一半基因 這一點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我們先看看題目 題目裏面有三條 三條裏面答案比率 47%,55%和71% 你看到這兩條,其實一半比率是偏低的 但是為甚麼會偏低呢? 原因就是真的沒有了這五個tips 在自己的腦海裏面 好了,那我就做一次給大家看 題目第一題就是問你 究竟哪一個的交配 能夠找到顯性的等位基因 哪一個表現是顯性的呢? 其實你一看下去 其實那條題目 你就會見到 這個不是,這個不是,這個是 為甚麼會立刻看到呢? 剛才也提到的 第四個tips就是 黑色加黑色,生出來的後代 全部都是黑色 即是白色加白色,生出來的後代 全部都是白色 好了,交配A 黑色和白色 其實你是看不到 什麼資訊 其實生出來的後代 其實生出來的後代 有黑有白 第二個,白色加白色 生出來的後代 全部都是白色 你看不到 但是唯獨是 如果你是交配C的話 白色加白色 其實你期望生出來的後代 全部都是白色 但是呢 其實你會見到 為甚麼有兩個後代 有黑有白的呢? 為甚麼有黑有白呢? 原因就是因為 OK? 這樣看吧 他是黑色的 因為他有黑色等位基因 黑色等位基因 誰給他? 用第五點 爸爸或者媽媽給他 所以呢 其實呢 他的爸爸呢 會有黑色等位基因 他的媽媽會有黑色等位基因 但問題是 爸爸和媽媽 為甚麼他是白色的呢? 因為他有一個白色等位基因 他有一個白色等位基因 那麼在集合的情況之下 那麼 顯性的等位基因 就會突顯出來 OK? 所以呢 其實呢 白色就是顯性 那下去你就會做到一個答案 就是交配C 就能夠找到顯性等位基因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背後呢 講呢 就講了四分鐘 但問題是做呢 其實你見到這條MC 一看下去呢 其實你三秒鐘就已經選到 是交配C的了 其實很快的 因為背後有E5點 OK? 那二個想法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呢 如果你回頭去想的話 如果你第一點 第一點呢 因為有些同學看這條題目的時候 因為有男有女 他就會覺得 是跟這個性連鎖有關 OK? 同在性染色體上面 所以你做這條題目的時候 一定要搞清楚 究竟那個性狀 在常染色體 還是在性染色體 而題目給了你 告訴你已經是常染色體 不是在性染色體上面 所以呢 真的你要記住 那五點 究竟哪一點 可以幫到你去理解這條題目 以及快速做到這條題目 好了 去到第二條 第二條就問你 其實X和Y的基因型 是純合還是雜呢 怎樣看呢 首先第一點 用最後的後代去理解 最後的後代很明顯 這一個 為什麼是黑色呢 原因呢 它有黑色等位基因 兩個都有黑色等位基因 很明顯這一個 就是這個純合 那旁邊那個 W呢 我們做完 就有機會是純合 或者純合的 那我用這個 細階B 和大階B 表達 它是白色的 就是它最少有一個大階B 那有機會是 大階B 細階B 或者細階B 和細階B W就是這樣 但是題目問你 X和Y 那我們就追求 看看上面發生什麼事 首先 第一點 Z的父母 剛才都做了 其實呢 去到後期 這個三角形 它的媽媽 F 媽媽 就是這個 雜合子 那為什麼這個是雜合子呢 原因就是 因為剛剛說了給你聽 爸爸給你 媽媽給你 兩個都給你黑色 所以 我們有理由相信 上面 最少有一個是雜合子 最少有一個雜合子 那哪一個是雜合子 我們又看上去 這個呢 它是三個人 即是 如果我用大階B和細階B 去表達的話 這兩個一定是兩個細階B OK 兩個細階B 這個 最少有一個是細階B 的情況之下 它是白色的 所以它有一個大階B OK 那這個呢 就是有白色的 所以有一個大階B 那麼呢 去到後期 會不會是有一個細階B 有機會的 又或者 它要出到這個 的後代的話 二 兩個都是大階B的情況之下 它都會出到這個結果 好了 但是當中 你真的要留意清楚 其實呢 這個個體 其實是由上一代 遺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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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Y那個呢 其實是額外 即是外人 所以呢 其實呢 這個 這個 一定是集合子的 OK 現在那個 這個呢 如果它要出到這個 白色的話 那 即是呢 它有機會是 兩個都是大階B 或者 兩個 都是集合子 大階B和細階B 所以呢 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 純合 集合 純合 集合 那你就答到這個題目 而55%的同學答案 這個題目呢 那個原因就是 你真是要背後想清楚 爸爸給一半你 媽媽給一半你 還有呢 記住一件事 其實X和Y 是外人來的 是外人來的 那你就要想清楚 這一條的做法 其實如果要想清楚 這五個tips的話呢 A題和B題 即第一題和第二題 是幫到你去做這個題目的 好了 去到C那題 C那題 即第三條 你會見到71% 答案 其實答案的比率都高 那它就問你 W和Z是孖生的 那它就問你有什麼結論 那結論就是什麼呢 它是孖生的 但是問題是 它們都是男生來的 OK 但是呢 它們有不同的表現形 一個是白色 一個是黑色 OK 所以呢 它們會不會是 同一受精量呢 其實就未必了 而反而呢 就有理由相信 它們是 來自不同的受精量 這件事是 一個答案 OK 因為不同的表現形 因為有不同的基因形 這件事你要掌握到的 就是下到第二點 OK 好了 但它呢 其實還有兩個選項 就是可能很多同學都會回答這個選項 它就說 連續變異和不連續變異的話 其實它們的遺傳上是不同的 但是呢 記住 其實連續變異也好 不連續變異也好 它們的基因形是有機會相同的 就是簡單來說 當它們走過營膠電泳的時候 其實記住 它們雖然是孖生 但是問題呢 它們的基因 都是爸爸給了一半 媽媽給了一半 所以呢 其實刪除的後代 有機會其他的連續變異 和不連續變異是相同的 但是唯獨是 它在這個性狀裏面 有病或者沒有病 或者其他的性狀都好 剛好不同 但是其他有機會是相同的 所以呢 千萬不要被它陰了 還有真是背後的理解就是 真是讓我想 用什麼證據去證明你的說法是對的 用我學過的東西 用營膠電影 你看到有些Bending 有些片段 是一樣有些Bending 是不同的 所以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 其實做基因圖的題目的話 一定要掌握這五點 一定要掌握這五點 就是我自己的認識技巧 希望今天幫到大家 拜拜